大家好,今天我們來討論History 我是A-Loud,這裡有一本筆記我放在旁邊去看看 那麼多東西我都會忘記,是History來的 首先我跟大家說一下我平時溫習會拿什麼來溫習 除了我書架上面幾本厚到媽媽都不認得的History書之外 還有另外一本說New World History,就是這本 我基本上在溫習裡面完全沒有用過這兩本 那我溫習的資源在哪裡找呢?其實是在網上找的 大家以為我真的買一些書,當然不是 這五本書,基本上這五本書 我還要回覆上去,有點煩 這本Understanding the Modern World 就是China這本 Access to History,Horder Education 那我繼續,這本Horder Education 是說China的Modern Development 因為我覺得China也是只有這些 那Aspect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我覺得這本呢,這些字... 我看一下,我再看一次 這本我連選都沒有選 因為他那些...不怕跟你說,他的字真的好多 還有這本,這本我看得多一點 就是說...Democracy and Narcism 那說一些Tolitarian Regime 和一些Democracy,其實他們的分別其實是比較小的 最後呢,就是這個... 我看得最多應該都是這本的 講的...International History 1871-1945 就是講一些...列強之間的關係 當然是Europe 那這幾本有什麼好呢?我就覺得... 他們給了我...除了剛才那兩本書裡面的其他的Inside 那也給了很多資料我可以去參考 我寫死的時候也很有用 不會confirm在幾本書裡面 和其他人寫完一模一樣的東西 那些下官看都滿了,對不對? 那雖然我這些字是醜一點的 好啦,那我們進正題了 那我就...今天就會說一下什麼呢? 我就會說一下... 列強的Scramble in Africa 就是其中一個... OH MY GOD! 沒什麼電子 剛才說到那邊 就是Scramble in Africa 基本上Scramble in Africa 就可以在這本International History裡面找到 那我也... 我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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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就... 看我記得多少啦 我都會看一下這本書 那我就... 開本另一本書來寫一下 先... Oops What am I doing? What am I doing? What am I doing? 啊... 呃... 看不看得到? 好啦,那我們說一下為什麼它會侵略這個... 這個... 其實也有幾個reason 首先就是strategic reason 這個strategic reason 基本上就是跟英國有些關的 因為有一條蘇伊士運河 以及這個cape Colony 可以方便呢 嗯... 原本這個... 英國呢 就要經過整個大陸 就是... 鬥下面 當這個非洲大陸 那英國呢 就要鬥下面這條路 才可以去到... Asia的India 但現在呢 Africa 這個Africa 這個Egypt 那有一條蘇伊士運河之後呢 英國呢 就可以走這條路去India 基本上就可以縮短路程 和減少一些貨物的選擇 所以來講是一個strategic factor 所以Egypt呢 剛才我講到Egypt 就是這個位置了 它的stability 其實都很重要的 所以英國呢 就要去控制這個Africa 讓它可以方便它的貨運 那這個也是一個英國後來去 想這個Africa 和附近這個歐洲地區的... 穩定的其中一個因素 因為其實... 它的穩定都會影響到它的... 生意的 可能在1935年... 亞拜仙英... 是不是亞拜仙英 Crisis呢 是不是應該講這個呢 啊... 先不要講這個 講... Port in... 啊... 講這個Crisis好了 講... ticks First Moroccan Crisis 就oa 就是這個卡什ー William II 因為它很アGressive 在哪 還要講 左手很懶啜 пис 可能自己是開廢的 嗯... 他就想因為趁著Morocco去 好像是social unrest想去取得Morocco 但其實基本上因為之前有一條Treaty of Berlin 在Britain and France在一個Fashoda Incident裡面 他們的Path就在蘇丹這個地方就cross了 這個就很快就escalate了變成一個衝突 兩個列強之間一個極大的衝突 但是為什麼在90年代之後 Britain和France的關係可以好 因為他們是一個共同敵人就是Germany 在Fashoda Incident之後 Britain就認識France在Morocco的利益 同時France也認識 Egypt和蘇丹是Britain的 這個時候就形成了一條類似 Pri-Antoine 基本上就是 講 這個地方Morocco 屬於的權利是給誰 其實就是France 但這個時候Germany就想乘虛而入 糟了我剛才一開始想說的什麼 就是貨運 這個地方為什麼這麼重要呢 如果Germany這個地方建立了一個military base的話 基本上就會對英國由這裏去到印度的貨運 就大受影響了 另外一個 哇糟了我講了這麼多 Exploration 就是可能 Exploration 就會分得到一些 very wealthy businessmen 就像Henry Morton Stanley 這個 我想到什麼 我怎麼去考試這個項目呢 我就可能會想泰山 因為在泰山的真陽板裡面 他就基本上是一個有錢的 他就遇到一些有錢的商人 就想去拿非洲大陸裡面的 RAW MATERIAL 鑽石那些東西 我就會從這個方向去考慮 另外就是Weaponry 他本身 他自己就是 Weaponry advanced 他們的country來的 入到非洲大陸 他們可能沒有槍槍炮炮的 他們可能只有 刀啊 矛這些 比不上一些modern MDC的 槍炮的 所以基本上他們去進攻 這個非洲大陸 也都很容易 另外還有Political factor Political factor我就會想 糟了我畫得 可不可以 畫得太高的 把這個坦克 你看到我不懂得用1號 糟了 Oh shi 啊 怎麼用的 下來啊 Hello 算了不要管了 就是當 啊這裡有個Europe 感覺比例就很明顯是大很多 Europe 就在Africa上面 但是俄羅斯基本上的秩序就已經定了 因為 那麼多個國家在那裏 秩序很難 就是他們自己列強之間 他們的border 就基本上已經分得很清楚 就沒有 基本上是沒有什麼地方可以再爭拗 反而呢 Africa這個地方 他們又可以佔領 又可以去 爭霸 那他們呢 就覺得它是一個 是一個 就是類似保險 的方法去爭奪一些地方 那又是遠離他們 Europe 裏面 又不會影響到本身 國與國之間 的邊境的關係 所以他們就會覺得是一個 很safety valve 可以去玩一個遊戲 又不會有一個risk 會造成一個major war的出現 那另外有一個factor 就可能很容易想到 就是industrial revolution 之後 他們一些列強就很需要 一些raw material Market 還有investment opportunities 那 所以他們就在非洲大陸 就去develop一些communication transportation 例如一些steam ships along River of congo 對呀 River of congo 這些地方 就去 幫助到它的 他的貿易 explore一些 TRF resources 還有一件非常可惡的東西 就是 sense of duty 他覺得 有一個 racial superiority 例如 David Livingstone的三個司 他就覺得有三件事 這些 MDC是有責任去帶給 racially less superior的地方 那就是有三個司 可以寫下 會不會反光 commerce 貿易 civilization 和 christianity 和這個 christianity 他就覺得 MDC 就有責任將這三個司 帶給一些 less developed的 african countries 就好像 美國當時的 western expansion 這樣 他們就覺得自己是一個 racial superiority 所以他們 任他們去 western expansion 其實都不要緊 那些 plain indians 其實都是 不用理他們的 那 那再說一下 那其實為什麼 Britain要 去搞 Africa 那如果從 國家 來講 那基本上一定是 National interest 那National interest 有什麼呢 原本呢 就是去 protect他的 vital indian Trade route 那就是剛才說 這個 經蘇伊士運河 去到India的Trade route 但是現在去到present 就是acquire more land 就去secure East Africa 那我就用 糟了 紅色是法國 那就用這個綠色 secure East Africa 就是 secure到這個East Africa 給Britain的 例如 Cecile Rose 就在一本 我記得一本 剛才我展示給你看的 Modern Modern history的書裡面都有 Cecile Rose 就是類似一個人物 畫個火柴人 一隻腳在這裏 一隻腳在這裏 那基本上就是想 這個 拿到這個 Cape country 和這個 Cairo Egypt 基本上就是想說 Britain的imperialism spread到 整個 Egypt 整個 Africa 那France有什麼呢 France 本身的利益 就是concentrate 在這個 West和 North East 其實他在找什麼呢 France想找的就是 Palm oil 和 Timber 他就覺得 通過這個 Power play 在這個 Africa 的 Expansion 他就可以獲得三樣東西 Prestige Wealth 和 Power 這也是一個 很影響到 在1990年 年代之後 一個 令到這個 Wall escalate的關係 就是 Scramble of colonies 另外就是Belgium 在King Leopold之下 他就拿了整個 Congo Basin Congo Basin 就是 比Belgium 他本身的地方 一個這麼大的地方 East Africa Germany 因為他 本身 持立國 Congo Basin Congo Basin Congo Basin 所以他 Enter這個 African Scramble of colonies 是1881年才加入的 所以已經太遲了 Congo Basin 基本上已經被其他列強立了 所以 Kaiser William II 就很會生氣 就 不太強了 當不太強的時候 可能會出現一些衝突 衝突又如何解決呢 就是1885年 Treaty of Berlin 他就希望 去reduce Colombian Conflict Among European Powers Terms有什麼呢 就是 一些country 如果要佔另一個地方 他就要 Demonstrate Effectively Occupied Effectively Occupied 這一點 Effectively Occupied 另外一件呢 就是一定要 Band 所有slavery 以及一定要 保證 Free passage of all Ships on the Niger And Kongo River 他就要保證 一些河道的暢通 讓其他國家都可以 使用到 非洲的資源 那有什麼問題呢 Scramble of Concessions Scramble of Concessions Scramble of Concessions 有什麼問題呢 首先呢 會造成一些國與國之間的rivalry 就會 他們就很容易 Accuse 其他國家 一些unjustified aggression Britain又會覺得 Germany Aquisition in Africa 是一個threat 對他的naval supremacy 是一個threat 以及會 trigger intense nationalism 那 國民見到一個國家 在其他地方 獲得一個 很大的地方 一些很多colonies 很大的ampire 他就會覺得 為他自己覺得 很光榮 一件事 他就會 增加他的national prestige 就會造成 intense nationalism 那 如果他們的national pride 被其他國家 影響到的話 他們就會很容易 去adopt 一些aggressive foreign policy 去 preserve 他們的pride 那就容易造成 後來 因為colonies 而發生的衝突 很容易 地下降到大事件 雖然最後 不是因為colonies 發生的事件 那個 那個 adduke ferdinand 那個 assassination 才造成first world war 糟了 那個叫什麼名字 啊 Sarayevil incident sorry 對不起大家 那 我們再說些什麼呢 啊 不如說一下這個 Paris Peace Treaty Paris Peace Treaty 第一件事是立即想到Treaty of Versailles 其實還有幾條都很重要的Treaty 首先就是Treaty of Saint Germain Treaty of New Willy Treaty of Severus 和Treaty of Drianon 其實DSE之前好像有一條 就是問Paris Peace Treaty 對一些國家的影響 可能很多同學都會直接達到Treaty of Versailles 只要下去就當作答一條問題 但是不要忘記一條問題問的是Paris Peace Treaty Paris Peace Treaty 基本上就是這五條 你一定要答完 或者答到多於一條才能回應到一條問題 那我們再 首先講一下Treaty of Versailles 你都應該很熟悉的 歐洲史 歐洲史 基本上你明白到前因後果 你就很容易推論到 很多 很多 的 為什麼 的因果關係出來 首先講Treaty of Versailles 我會從四方面去講 Territorial Military Racial War Guilt Treaty of Versailles Treaty of Versailles 就是少了7萬km2的地方 以及少了7萬人的地方 Alsace-Sorbanes 就是給了France 以及Rhineland 就是Demilitarized West Prussia West Prussia 整個Polish 隔了一個Polish Corridor 去到德國 Sarcoville 就是要經過一個Plebiscite 或者一個Referendum 就是給這個 League of Nations 去管理15年 之後才經過一個Referendum 看看會給哪個國家 那之後呢 就是 因為他之前跟俄羅斯 就是在 因為在 戰爭正式完結之前 是退了的 因為他有一個October Revolution 那 那 他經濟的時候 就踏成一個Bressletops 的Treaty 在Bressletops Treaty裡面 其實德國就沒有什麼理到 那時候已經有 這個 美國總統 啊 President Wilson 是不是13點 啊 14點 其中一個 就是這個 講 糟了 好像什麼都忘記了 什麼呢 嗯 是不是 National Self-Determination 啊 總之是 Self-Determination 他就沒有理到 Self-Determination 的事情 他就 寫了一條Harsh Treaty 到Russia 但是Russia 沒有辦法 一定要退出 他自己搞了Revolution 在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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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裡面拿到的Land 一定要 made independent states 然後他就 失去所有的 Mandates 那 Military方面呢 他就降到 10萬的troops 他的比例呢 和法軍呢 那時候是1比63 大家可以記得這個數字 1比63 那時候 你就可以 做一個類似比較 提升你的說服力 還有他就不可以有Air Force 不可以有Conscription 不可以有Tanks Submarine 那 Racially呢 他就禁了Ansheles 就是一個 不讓這個 Germany和Austria 成為一個 再次去結合成為一個 Brotherhood 或者Sisterhood State 那 Wall Guilt呢 Germany 就要承擔了 所有 整個Wall Guilt Clause 那 6.6 billion 的pounds 就是indemnity 相信大家都記得這個數字 最後呢 這個Allies 就blame了這個Germany for outbreak of this war 那 講完這個Treaty of Versailles 雖然大家很多地方都一定記得的 但是呢 其他Treaty 未必記得 那我講一下幾條Treaty 那就是 Treaty of Saint Germain 那這條Treaty是給誰呢 這條Treaty就是給Austria的 Austria 那在兩個地方上面 基本上就是大些變動 那Territory 呢 Dalmacia Bosnia Herskobinia 就給了一個新的 independence state 就成立了的 就是Yugoslavia Bukovina 就給了Rumania Galicia 就給了Poland Istria 和South Tyrol 就給了Italy 那racially 呢 種族上 就是ban了Ansheles 那就可以聯想回 這個 Treaty of Versailles 那基本上在Army 你也可以說一些東西 雖然我都不太清楚 在Army上 他就可能沒有了 conscription 沒有了 少了很多Army 那另外一條呢就是 Treaty of New Willi Treaty of New Willi 就是給了Bulgaria 那時候Bulgaria 你記得就是這個 Bulga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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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nd Bulgaria 一個發起戰爭的國家 就是向他之前 色日的文有 Bulgaria 裡面的國家去宣戰 那Territorially 那有些什麼呢 那他就是 這條Treaty裡面 就要 逼他一定要 Seed land to Greece Ugozavia And Romania 一些新的 Independent States 那下一條Treaty 就是Treaty of Severus 糟了 我的V跟R很相似 V.R.E.S. S.E.V.R.E.S. S.E.V.R.E.S. 就是一條Treaty 是給Turkey的 在 後面的Treaty 基本上都是 Territorial多一些 少一些Ratial 那Territorial上面 就是Seed land 給Greece 和Italy Dantonese Permanently open to all shipping Dantonese 基本上 就是一個 一個Straight Slider 原本是對Russia很重要的 一個Straight 例如Bosfras 就是給了一個 Gate to the Russian Lake 就是那個Black Sea 基本上這些Straight 是對一個 完全沒有什麼海的Russia 來說 是很重要的一個resource 讓它可以去到一些海 方便去貿易 那Mandates of Turkish Empire 就會給France 就是Britain 還有 不用怕 是不是武漢肺炎 還有 Treaty of Trianon 就是給Hungary 就是給Hungary 這條Treaty裡面有什麼特別呢 就是Territorial方面 就是Sovakia Ruthenia 就給了 Czechosovakia Croatia Sovakia Sovakia 就給了Yugoslavia Transylvania 就是給了Rumania 很明顯 Transylvania就是那間Hotel Sorry 不要笑 就是那套小朋友的動畫戲 那其實呢 那其實呢 講這些Treaty上面呢 那其實Germany 就是反應一定是最激烈的 就是最激烈的那個 因為它始終 受了一條這麼 unfair的Treaty 去 去 去處理到 那 它自己都不 就是它本身經濟可以 可以是一個 on the verge of collapse 那它 它的 就是它的 Diplomats 可能去到 Treaty of Versailles 去到 Fersailles 這個 學皇宮的時候 他覺得 這個Treaty是一個 Dictat 因為他們 本身 他們抱了一個期望 就是一個 有 National Self-Determination 他們的 Treaty 是根據 National Self-Determination 來去決定 但是呢 因為有 Clemence Loyd George 還有一個 Moderate 的Wilson 令到他們的希望 滑滅了 不過 其實呢 Germany也有 部分 因為 Germany始終在 Bresley-Tops Treaty 裏面 Treaty了 Russia 很 Harshly 所以其實他都沒有 Ground 去 說他自己 得到一個 好一點的 一個 Treatment 那 說一下 Germany有什麼 Objection 先 我再看看他 是不是真的 真的 真的 Stand 那 Territorial方面 Germany覺得 Millions of people Put under Foreign rule National Self-Determination 就受到 挑戰 那 West Prussia Separated 從 Germany 本土 可能Germany 就在這裏 那這個Polish Corridor 那 這個就是 West Prussia 你記得這邊其實就是Polish 所以他都解釋到為什麼Germany想去East 去Expand 他的Territory 去Therkoslovakia 最後是Polish 最後是Polish 那些 那 之後呢 在軍事方面 Germany 就 他就覺得 十萬的 troops 就未必夠 他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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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 France 他自己是 Swan Revenge 這個 就是 在這個 Franco-Prussian War 他是 Swan Revenge 那為什麼 在這個Jermany 那麼弱的時候 不會有Revenge 他就害怕 這件事出現 另外 Wall Guild 他覺得 這個 不太fair 因為 他覺得 1914年 那些 Saroy Evil Incident 之後 造成 Outbreak的 其實是很困難的 未必 一定是 完全跟他 可能其他國家都有 造成影響 令到最後 那個決定 是一個 Mis Calculation 出現 好像 Crimean War之後 的Mis Calculation 那 最後 就是 reparation 他覺得 unlimited indemnity 完全是 承受不了的 那 其實這些 這些 demand 實物真的 unfair 有值得相確的地方 例如 這些 這些 是否真的 完全 impossible 根據後來 一些經濟學家的 推算 其實當時 中國有機會 有機會分期還款到 那些 6.6 billion pounds 還有 之後的 Doors Plan 和 Young Plan 其實都減了很多 這個 Treaty of Versailles 裡面的 indemnity 好像去到 2 billion pounds 還有 再說一下 這個 National Self-Determination 其實 最後是有 Far Fewer People Living Under Foreign Rule 1920 和1914 那 大家記得 那時候 Austria Hungry 是一個 Multi-race Empire 其實裡面 有很多不同國籍的人 其實他們 不是一些 Displaced的人 來的嗎 其實他們 那時候 Displaced的情況 甚至 比 Treaty of Versailles Displaced的情況 更加嚴重 那這個就是 值得討論的位置 那再說一下 這個 Big Three的 attitude 其實他們在 這個 Paris Peace Treaty裡面 其實他們的 attitude是怎樣 Clemence就是 The Tiger 有一個很 Ironic的地方 就是 Paris Peace Treaty Versailles 這個地方 在1871年 其實是 Proclaim 這個 German Empire的 establishment 所以 你覺得 很 很Ironic 就是 幾年之後 一個 proclaim 他 去 去判 Germany 一個死役 所以真的很Ironic 那 Clemence 就很想 去 Military 和Economically 去Destroy Germ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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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呢 他就是想 Safety Of France Ensured 所以 他就很希望 他們的safety 就可以 ensure 所以他就有 Demilitary zone 又有 不知道幾多公里 那麼長的 呃 即是 他一個 Bank 就是不給 一些 German troops上去 好像to the west 50公里 不給上去 之後他就很想 一個Harsh Settlement 所以 這件事就earn him the nickname of the Tiger 另外呢 就是Loy George Loy George Loy George 就是英國的代表 他呢 就是proposed 一個Less Severe 的treatment 的treatment 的 Less Severe又怎樣 那呢 就是因為他 就覺得呢 Germany 是一個major consumer of British goods 那當時 在開戰之前 Germany 是僅次於 美國的第二 的producer 那他就覺得呢 Germany 其實是一個 對英國來說 如果有一個 Harsh punishment的話 會令到他的 經濟來 一個萬劫不復之地 是不會 幫助到 英國的 戰後重建 所以 Loy George 在common sense 之下 就覺得 應該留Germany一個活口 讓他可以幫助到 英國的 經濟復甦 但是呢 同時他都被一些 British Public Opinion 影響到 Public Opinion的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因為他 之前那場 Election 贏的 Promise 是什麼呢 是Make Germany Pay 是Make Germany Pay 他的競選承諾是Make Germany Pay 但如果他在 Paris Peace Conference 裡面不給 Make Germany Pay的話 那他損失的是 那麼多的選民 和整個國家的支持 他自然 有一個 Harsh的 取態去Paris Peace Settlement 最後呢 大家都很喜歡的 President Wilson 因為他就是Propose 有14 points 大家形容他 就是一個形容詞 就是他一個Idealist 很理想化的人 那麼呢 他就希望一個 做成一個 促成一個 Linean Peace 就是一個 較為寬鬆一點的自由 那麼他就希望 去放過 Germany 免 在 北九的將落 Germany 又會因為 因為 列強之間的Conflict 又會再次 做成一個 WAR的出現 那麼他的Slogan 就是 Peace Without Victory 亦都解釋到 為何他想在這個 Paris Peace Conference 裡面 可以去 設立一個 設立一個 United Nations United Nations 國聯 Nash League of Nations Sorry League of Nations 他就覺得 一個 European Selfishness 才會促成一個 WAR的出現 所以Harsh Treaty 只會Inflict Resentment 是會造成WAR的 但是有些什麼去阻止到他 是令到他的 Ideal 沒有法國實現呢 基本上就是 因為他 民主黨 就失去了 Senate的控制權 所以呢 President Theodore Roosevelt Rosevelt 就說 他是 在 英國 他在美國 和整個 代表美國的姿態上面 他是沒有authority 所以就令到 他另外 設立一個 Peace Treaty with Germany 他沒有進入 國聯 以及沒有 Ratify Paris Peace Conference 好可怕 好可怕 好可怕